减肥之后反弹,应该是最令人痛恨的事情了,辛辛苦苦又一场空的感觉,一定有很多小伙伴们体会过,可是难道真的没有减少反弹几率的方法吗? 今天波罗君就来说说,关于反弹的那些事,你为什么会反弹? 反弹的因素有许多,今天就重点来说,一说有氧运动反弹的问题,目前普遍被运用的减肥方式是有氧运动,它的确能够有效的减肢,可是与此同时,如果一直是进行有氧运动,一旦减少量或是停止,就会反弹,这其中的原因也和有氧运动的特点有关。 下面我来具体说一说吧,0,1,无法起草基础代谢,在选用有氧运动进行减肢塑食所消耗的热量,是指在这段运动期间内所消耗的总量,而不是在基础代谢之上增加的量。 在运动结束后,消耗的热量,可通过饮食立刻补充回来,并不会带来后续的有氧效应,做低强度有氧运动时,脂肪氧化与脂同时进行。 训练结束后,燃热效果也会随着停止,长期的有氧运动还会使体肉量减少,原因在于身体会根据具体的需求来调节和适应。 长时间的低强度有氧运动的参与肌肉大部分是肉脚的慢缩肌纤维,而强大的快缩肌纤维,却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被慢慢消耗掉。 久而久之,基础代谢率自然会下降,基础代谢率下降之后,脂肪代谢减缓,从而导致减质缓慢。 2.低强度和长时间的侧点 美国运动医学会规定,健康的成人一周至少进行150分钟,一次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耐力训练,才能达到保持健康的最低限度。 那么如果你想单纯的凭借有氧运动达到减质的的效果,你一周的有氧运动量至少要高于150分钟吧,分散到每天,至少每天都得进行4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才行。 因此,一旦无法保持这种强度,减质效率就会下降,甚至没有效率,就会很容易导致平台期甚至反弹。 另外,在习惯一项有氧运动之后,会有越来越轻松的体验,这并不是心肺功能改善的表现,而是熟能生巧的原因。 大多数情况下,做这些运动时,比以前更有效率,是因为神经系统已经适应这项运动,需要的氧气和力量比以前更少。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,制作有氧运动是注定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的。 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吗? 基础代谢率 1.什么是基础代谢率? 基础代谢率比人而是指一个人在静态的情况下,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所消耗的卡路里数。 基础代谢是在不运动的前提下,人体消耗热量最多的影响。 人体基础代谢量就会约占一天总热量消耗的65%的70%,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減肥的速度。 2.如何提高基础代谢率? 刚刚说了什么是基础代谢率?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基础代谢率呢? 力量训练就是提高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好方法。 力量训练最直观的作用是增加基础量。 其原理是,一定强度的力量训练会使目标肌群的机身为产生微小的私利。 训练结束休息时,肌肉通过人体渗入的营养素进行自我修复,在修复的同时产生一定的纤维增生。 因此通过长期力量训练和修复的累积,肌肉会有一定的增长。 肌肉量的增加,会极大的提高基础代谢率。 同时因为肌肉的训练后,恢复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。 如果稍加控制热量的瘦入,身体就没有多余的热量去囤积脂肪。 我们就达到减脂目的了。 而且力量训练还可以让你的身材更加完美哦,当然了。 减脂期的力量训练和塑形不同,一定要比小重量多次数的练习为主。 这样才能达到减脂且完善肌肉线条的目的。 另外,在做力量训练的同时,千万别忘了也要持续有氧运动哦。 说到这,就必须要科普一个知识了。 人体中的脂肪细胞的数量是恒定的。 减脂并不是减少脂肪细胞的个数,而是降低脂肪细胞的体积。 而有氧运动则是可以直接影响脂肪细胞体积的运动。 因为在有氧运动过程中,消耗掉的能量可以减少脂肪。 从而抑制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加,同时降低摄入食物的效率,减少脂肪的堆积。 综上所述,要保持身材不反弹,需要增加于氧训练。 同时保持一定量的有氧运动就可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